然後接下來我們就好來做貼圖 從沒有裂開到有裂開 好這一樣就像之前講到的叫mix color 我們先把貼圖做好我們之後再來做質感 shoot a vacconvert 嗯 color這裡是mix color rgb 我們這裡顏色改到全白 我們就可以從 這樣來控制貼圖的範圍 但是現在這樣的話他只是整體一起出來我們要有時間差 所以我們必須用貼圖來控制這裡的範圍 從中間擴出來 好我們這要做圓形的 形狀 shoot a 我們這裡 創建一個 這樣搜尋的 gradient texture green texture我們按ctrl shift來顯示一下看他長的什麼樣子 linear他是一個單項漸層我們把它改成 sophical 圓形的 他的預設他是單軸向 跟我們uv也有關係所以我們這裡 ctrl T 我們給他uv 的 貼圖讓他知道uv怎麼貼 我們來把尺寸 位置移動 把縮小一點 好移動到我們所需要的位置 大小再大一點 這樣子我們就有一個 貼圖 形狀的範圍 我們就可以用這個 來做遮罩 然後我們這裡貼圖他只是給我們形狀 我們在shoot a 創建一個 gradient ramp 來做我們的控制 而這裡我們要把它改成 const 因為我們把 這是一個瑞麗的貼圖 這樣 裂開的效果才會比較 遮罩比較快因為其實速度很快 當然我們這裡也是可以把 加一點點 形 漸層再給他 只是 做簡單的話我們就用這個const 做遮罩 好我們這裡把這個接點 貼給 100 有沒有看到我們這裡 就可以做遮罩 當然這裡遮罩現在是反的嘛 把 這裡 color 換過來 我們就可以用這個參數 來控制我們 貼圖裂開 的過程 好這裡我們一樣可以用driver來控制 我們可以把這裡的數字 綁成driver 可是這裡大家注意看這裡 我從完全到1的時候 是 還沒列嗎 但是其實我這個貼圖 其實我到 數字 還沒到0 其實就已經幾乎列完了 這裡我們可以怎麼去做調整呢 我們這裡可以去 我們可以給一個 Map range 我可以告訴他我們的這個最大值最小值分別是多少 我原來 1是最大值 全白嗎 到 這裡 希望他 幾乎到 0.1 到0.1的時候 其實他就已經是 最小 所以我們最小值把改成0.118 這樣的話 這樣數值 他的數值就可以 由這裡我們來做更改 當然這裡其實我們這裡速度很快 其實我們其實可以不用 Map range這個節點 其實就當做從0到1 就可以來控制我們的 裂開的效果 好 那我們現在把這個 節點 放 放一個控制器給他 這樣我們就不用進到裡面來做控制 我們在外面我們一樣Shift A 我們隨便創建一個Empty的物件也可以當我們的控制器 Empty我們做一個 Circle 這樣子的話我們這範圍比較好控制 貼圖我們這裡在Pot上 右鍵 Add driver 然後我們這裡選到這個我們的控制器用數字參數 並不是用 我們這次換不要用位移的方式來控制 我們在他的節點上 這個點 我們在他 他 的參數 他每一個參數的最後面其實都有一個叫Custom property 我們在這裡加 Add 我們Edit 我們叫做Flogecrack Flogecrack control R Control 好這裡按確定OK 沒有按確定的話他這裡名稱是不會寄下來的喔 我們這裡看右鍵 叫做 Copy driver Copy data path 這樣他就可以讀這個數字 好我們在這裡 Add driver 我們一樣這裡script extension 我們把你改Average value 這裡 我們之前都是用 Transform 圖位變化來控制我們的貼圖嘛 我們這裡選single property 選擇 我們的 Empty 然後我們把我們的節點貼上 這樣的話 這裡的操控 就會 接收到這裡來 我們就可以做裂開的效果 好 我們這裡先來把動態先設好 好 雞蛋 這樣子的話動態就設好了 之後我們就是要設key 好 這就是關於地板裂開的 股價的綁定的部分